Blackpink成員Jenny 最近私人照片不斷外流 引起了軒然大波 駭客連續公布好幾張 Jenny和V的親密照 一下說不再傳照片 一下又曝光更多 殷勤不定的態度也讓人摸不著頭緒 前娛樂記者李正浩 日前就詢問了一名保安專業人員 分析駭客手中的檔案資料 認為這絕對不是一般的切到 應該是Jenny整支手機被盜了 而且這名駭客為了不要輕易被追蹤位置 所有公開的照片 都是用其他手機拍下 從駭客曝光的小圖檔案名稱來看 似乎還有很多照片的圓檔 保安專業人士也透露 通常如果整支手機被駭入 裡面的聊天記錄 朋友手機號碼等私密訊息都會被看到 駭客還可以同時知道 這個人用手機在幹嘛 或是開始倒替麥克風 得知這個人跟誰在聊天 這個部分是很可怕的 像是其中一張 Jenny跟V在視訊聊天的畫面 推測也有可能是駭客同時監聽 並結下的圖 雖然不確定駭客是用什麼方法 駭入Jenny的手機 但唯一可知的是 後續可能還會有更多照片爆出 而對於Jenny受害的狀況 目前YG娛樂對外都沒有任何回應 也讓粉絲生氣又擔心